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之前的话 我们是已经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 这几个的话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将我们之前的那个项目 把它给改造成一个分布式的爬虫 好 终于讲到重点了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如果你要将一个scribe项目 把它给变成一个scribe redis的分布项目 那么只需要改以下的几点就可以了 第一点的话我们是什么呢 将这个爬虫的这个类 从之前的这个scribe 改成这个什么呢 scribe redis.spiders.redisspider 改成这个类 这个地方我们就来改一下 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为了就是说为了方便大家后期去复习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我首先先把之前的这个项目先拷备份 先把之前这个项目给拷备份 这个的话是这个什么呢 scribe版本的 对好 这个的话才是那个啊 这个的话是那个分布式版本的啊 分布式版本的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改一下啊 这个地方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派上啊 这个地方我们来来到这个spider这个地方啊 然后的话来到这个地方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要去改一下啊 呃 这个地方好 我们还要跟大家讲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去啊 又又这个啊 封布式盘中要去按用这个scribe redis 那么的话也应该要通过这个pipe installscribe redis的方式来进行安装 好吧 我本地的话是已经安装好了啊 所以的话我就不带交大家去安装了 这个我安装啊 非常简单 pip install就可以了啊 这个的话就不再过多赘述啊 不再过多赘述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导入一下啊 from下这个什么呢 scribe redis下面的这个spiders啊 sbids import下我们的这个啊 redis spider啊 你可以看到啊 他这个下面的话是有这么多几个类啊 那么啊 如果你如果你的scribe框架 你的扒中是这个cross spider这种类型 那么你要把它给改造成这种分布式的话 你就应该要使用这个redis cross spider好吧 那么如果你的扒中是是这个普通的spider 那么你把它给改造成这个啊 分布式的你就应该要使用这个啊 redis redis spider明白是吧 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使用的是这种普通的扒中啊 这里吧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使用这个redis spider这个东西 对好 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就使用这个redis spider啊 r e d i s啊 不是啊 是r e r e d i s redis spider对对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扒中把它给改好了 把它给改好了啊 好 改完这一步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步啊 好第二步的话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将爬成当中的这个啊 stard us这个东西把它给注视掉或者是把它给上掉啊 增加一个什么呢 增加一个叫做redis key啊 增加一下增加一个叫做redis key啊 那么这个redis key是用的干嘛的呢 这个redis key啊 这个redis key它是用来啊 就是以后啊 就是我们这样再来添加啊 这个地方把它给取消注视啊 然后把这个东西把它给注视啊 这个是我贝克的那个下方 不要搞混了哈 啊 我我我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是为了跟大家讲 如果在这个地方去添加啊 这个redis key啊 就是指明以后啊 这个爬虫它会从哪里去读取这个 这个ur啊 那么的话它会从这个啊 不是从哪里哈 它会从我们redis当中的哪个key上面去读取这个开始的ur啊 好 那么我们因为你现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没有这个开始的ur了 这个开始的ur的话啊 是呃 它会从我们的这个redis当中去读取啊 那么这个redis当中具体到哪一个key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是通过这个redis key来给它指定 明白是吧 好 那么这地方我先把这个关掉 然后再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项目当中啊 然后我们这地方再把它给关掉啊 然后的话这边我们第一个叫做r1dst啊 是等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自己第一个好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叫做防 然后的话叫做sdltstartus好吧 就是以后哈 以后的话 我们这个啊 这个风不时的爬虫 它就不是从这个地方去读取这个开始的这个ur的 而是从这个redis当中的这个key啊 这个key当中去读取啊 从这个key当中去读取 当然为什么这个地方我要给个冒号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redis当中的话肯定有存在的很多东西 那么我为了能够区分出哪个呃 哪个是哪个对吧 呃 那么我就在这个前面给他加这个防 然后的话给个罢号 这的话以后就能够区分的出来 这个啊这个key的话 它是针对于我们这个搜搜封网啊 这个房地下 他的这个呃 他的这个呃 他的这个什么呢 redis key对 就比较好区分啊 就比较好区分 这里面你给它改成其他的东西都没有任何关系 比如说叉叉叉啊 没有任何关系啊 好 那么以后的话 你在插入这个数据的时候 你就要 要把这个数据插入到这个key里面去啊 插入到这个key里面去啊 好 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叫做防 然后是那个 呃 lstalt start us 好吧 就是以后我们要把这个呃 开始的ur插入到这个key对应的那个列表当中啊 好 好 那么我们这个第二步也已经完成了啊 第三步的话 我们是什么呢 第三步啊 我们就是在这个配置文件当中去修改一些东西的啊 呃 要要修改哪些东西呢 这个地方我们也是跟大家讲一下啊 因为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啊 我们的这个风目是爬中 你要确保啊 他的这个什么呢 调度是使用这个啊 redis来调动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要去更改这个scrappy框架 他的这个调度器啊 从之前的那个默认的调度器 改成这个redis给你实现的这个调度器 明白是吧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啊 是我们的这个呃 ur去仇的这个部分工作 之前的话也是这个也是这个scrappy框架自己去做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就要改成这个redis scrappy scrappy redis这个啊 插件这个组件来给我们实现的这个去仇啊 这个去仇的这个类好吧 这个东西也要去改一下啊 好 接下来第三个的话 就是要去更改一下我们的这个pipeline啊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数据的话 你要你要构想的构想 你要把这个数据把它给爬下来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放到我们的这个redis这个主机 这个伏系当中 这个伏系当中继续构想啊 对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pipeline啊 也要去改成这个redis里面的这个pipeline 那么以后他把这个数据啊 他他把这个数据爬下来以后啊 他就会把这个数据都存住在这个redis当中啊 都存存在这个redis当中 那么以后我们要去取数据的话 就直接从这个redis当中去取这个数据就可以了 明白是吧 好 那么这个是啊 感谢这个pipeline啊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啊 schedule的perseist的这个东西等于处啊 啊 那么这个东西等于处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啊 把这个掉东西啊 他这个数据的话就不会被消失掉 那么不会被消失的话 我们就可以让这个爬中啊 可以暂停 可以可以重新恢复 对 因为如果你不能暂停 如果你如果你每次爬完这个东西啊 你下次再进来的时候 下次你不这个爬中 突然断了 没有运行了 你下次再进行运行运行的时候啊 这个数据就没有了 不在redis当中呢 那么你在做运行的时候啊 这个盘中又会从之前的那个大 那个ur开始地方开始爬起 对 那么我们就是将这东西给它开出啊 好 那么下面这一个的话就是啊 设置我们这个redis 设置这个啊 redis连接的那个host 以及这个端号啊 以及这个端号 好吧 那么我们这边来设置一下啊 好 这个地方来设置了 接下来来到我们sets当中 然后的话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啊 下方的配置对吧 第一个的话是ske的s c h e s c h e d u l e s ske的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东西啊 考虑分啊 或是我直接将这个代码把它给考过来啊 好 然后的话这个拍不赖啊拍不赖的话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写过一个说的话 我们这边就把它给注视掉好吧 现在我们这个数据的话 不要保存在本地啊 就直接让它保存在这个redis服务器上面去啊 说的话就是这个啊 就这个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也是等于处啊 这个地方的话啊 那么就是连接的是我们这个redis那个ip地址啊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redis服务器的ip地址的话 我是用我自己的这个主机 用我自己的这个windows操作系统来作为这个redis的主机 对不对 那么我就要去改成我这个windows操作系统上面的这个 啊 服务器的地址啊 我的这个ip地址啊 那么就是ipip 这个的话使用的是那个192.168.1.6啊 好 这个地方是192.168.1.6啊 好 可能加速保存下 只要这个端号的话啊 是6379对吧 6379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个呃 这个东西就弄好了啊 这个东西就弄好了 好吧 好 那么下面的工作的话 就是去运行我们这个爬筹啊 那么运行我们这个爬筹的话啊 呃 手机的话 你要将这个项目放到我们的这个爬筹服务器上面去 好吧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项目啊 放到爬筹服务器上面去 只要的话来到我哪里呢 来到我们这地方 我们要把它给传送上去 说的话 我就先给这个项目先给他打个包啊 先给他打个包啊 呃 压缩呢 好 打个包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呃 另一个死夫妻 啥的话 是sz啊 啊 z啊 这个地方来读取下 对吧 好 这个是把这个房对吧 好 这样的话就来了啊 好 s多了一个叫做呃房点zip对不对 好 那么我先把这个require这个闪掉哈 好 然后的话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把它给解压啊 那么就是安自谱 要是房点自谱啊 好 这样的话就解压出来对不对 好 那么cd到我们的这个 哎 cd到我们的这个房里面去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啊 就是去运行这个代码啊 运行这个代码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为了能够更加啊形象的也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分布式扒充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我就再起一台扒充服器啊再起一台扒充服器啊好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我来打开一下我的这个讯息啊 现在我们连接的是这个呃呃呃这个物版图这个是吧那么我们再来连一下这个danggle物版图啊我现在看这个ip地址啊 他是那个呃192.168.16啊1.16这个地方我再来新建一个链接啊 或者说我打开一个吧打开一个啊 新建一个吧 然后是这个叫做jungle jungleubuntu 然后这个主教室要求2.168.1.16对吧 好 这个段个20也是22啊 然后我们再点一下那个点一下确定啊 好 这里面连接是这个啊 好 这样的话连接进去了对不对 好 连接进去了以后接下来啊 我们在c介绍的srv下面啊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嗯 哎 这个地方怎么就多了 怎么也怎么是一样的呢 怎么是一样的呢 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应该是连错了吧 应该是连错了哈 应该是连的是同一台服务器 把连的是同一台服务器 那么我现在的话 或者是我现在呃 在这个windows操作系统上面吧 我在这个windows操作系统上面也是一样的了吧 现在的话我就是相对是 有啊 一台是这个linux操作系统 一台是啊 windows操作系统 来作为这个盘动服务器 对不对 好 这边我就先把它给关掉吧 先把它给关掉啊 这个果然是连接的是同一台服务器 连接的是同一台虚拟器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把我们的这个项目扔到这个里面来啊 嗯 然后的话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啊 这个地方我把这个这个项目扔进去啊 拖到这个里面来啊 拖到这个里面来就可以了 好 拖到这个里面来的话 这个地方我先我把它给放大点啊 我把它给放大点啊 这个地方就多了对吧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来运行了啊 这个地方来打开一下这个send 对吧 打开这个send 有点卡哈 起的虚拟机太多了 拖到给拉大点 好 这的话应该是可以看清楚是吧 好 那么cd到这个桌面上面啊 cd到这个反而不对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进入到这个虚拟环境的中 我好 以啊c r a w e r 好 这样进入完完之后 接下来再来运行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啊 运行我们这个项目啊 那么运行我们这个啊 啊 爬中这个项目的话 这时候我们就要通过另外一条命令来运行了啊 通过什么命令呢 通过这个scribe run spider 然后再更是这个爬出的名字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来到哪里呢 来 手机的话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爬中所在的目录哈 这个爬中所在的目录在哪里呢 啊 在这个房下面对不对 cd 房 然后是在哪里呢 在这个spiders这个文件夹下面 好吧 cd到sbibers cd到这个文件里面 接下来我们就来运行s c r a p y 就是run spider 然后再更上这个爬中的啊文件的名字 这个爬中文件的名字的话 叫做搜访网点py对不对 我看一下啊 s c r a p y scribe不是内部和外部的秘密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啊 奇怪啊 我这个里面是已经安装了这个scribe框架的哈 应该是已经安装了这个scribe框架了 行吧 先不管了 我们先来这边来弄一下吧 现在这边 现在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啊 我们先这个地方来让它运行一下啊 cd到这个房里面对不对 好 然后的话再cd到这个spiders里面啊 sbrs 只要的话s 现在的话是不是有个叫做sfw.py的一个人文件啊 对对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啊 呃我们首先的话先要将我们本 我们的这个redis伏计 先让这个redis先把它给启动一下好吧 cd到这个第一旁 啊第一旁下面啊 好 然后的话再cd到这个什么呢 编程app 然后的话来看一下啊 cd到我们的这个redis里面 然后s看一下呃再来啊 在運行下啊 redis干se 干se ed voure啊 然后的话是那个redis 点那个windows 点那个控制 对不对好 这样的话呢就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 又这个地方 我再来创建一个窗口 然后的话用这个啊 redis干 cri来连接进去 把那里连接进去啊 redis干粒啊 真的话就连接进去了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这位帮来运行下我们这个下方啊 scipgем 是runspid runspider 然后是在跟上这个爬虫文件的名字fsfw.py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啊 他就在这个地方等待你输入了啊 等待你的这个输入了啊 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来到下面这部的啊 下面这部的话 我们就是什么呢 在这个redis服务器上面 我们啊 推入一个开始的url啊 这地方我们l push 然后的话再跟上你之前 在爬虫里面写好的那个rediskey啊 也就是这个里面的呃 这个里面的这个rediskey啊 也就是这个东西 好吧啊 像这个key给他推入一个这样的开始的url 明白是吧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来推入一下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现在这个爬虫的话 他是不是一直在这个地方等待啊 一直在这个地方监听等待对不对 一直在这个地方监听等待啊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是啊 redis不是好 l push啊 来这个key的话就叫做防 然后是那个sdalt 下方线urls对不对 只要的话这个啊 开始的url 我们就把这个url把它给拷费过来 对不对 好 孔着加c负值分 只要的话这个地方我们右键啊 张天下 对不对 好 按下m键 好 这个地方就插入进去了 好 这个地方的话 他是不是马上就开始爬了 看到没有 这个数据是不是就马上开始爬了 好 那么这个数据的话就一直在这边爬啊 好 爬的时候啊 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打开一下我们这个redis的这个啊 客户端对不对 打开一下我们这个redis的客户端啊 现在的话 那他这个数据的话就存储在我们这个啊 我们这个redis服务器的也就是存储在我本机上面了啊 好 这份来看一下啊 这地方是不是多了一个叫做呃 看一下啊 搜索网下面 是不是有个叫做嗯 那个啊 这个的话就是那个搜索网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一些这样的items对不对 就是对应的是那个呃 项项目的信息啊 就是sfw代表的是这个爬出的名字啊 然后items里面保存了一些这样的数据 对保存了一些这样的数据啊 好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啊 封不是爬的话 他这个数据的话就爬到我们的这个里面了 对不对 爬到我们这个里面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吧 呃 应该有那个reload的哈 reload的哎 这个可以重新加载对吧 可以重新加载啊 现在总共是5043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reload一下啊 这个可能因为数据从存留在外来啊 这个可能刷新的哎 卡到了是吧 没有可能没点到啊 好 我们的这个封物是爬出啊 其实就已经起送了 对吧 就已经起送了啊 呃 这个地方不给力哈 这个地方不给力 可能他也的话也可以来执行 对吧 为什么找不到这个命令呢 我先把这个东西先把它给暂停一下啊 嗯 找不到啊 没有安装这个scribe关键吗 哎 没有安装吗 哎 果然没好安装啊 没有安装是吧 然后我们这边来安装一下啊 好 这个地方我先暂停一下好吧 先暂停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软件的话是已经这些包的话是已经安装成功了啊 安装成功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运运一下好吧 再来运一下啊 cd到这个spider里面对不对sbi 嗯 cd到cd到这个什么呢 呃房里面啊 然后的话cd到这个spider里面对不对 好 接下来的话再来运一下sciby 然后是runspider啊sbi b 然后再跟上sfw.py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他也是在等待啊 这样的话他也是在等待啊 稍微等待一下啊 好 他这个地方也是处于坚定等待状的啊 啊 因为之前我们那个redis当中是已经有那个开始的那个ur了啊 因为之前我们是不是已经跟告诉大家说 哎 这地方已经呃 哪里好 我打开一下这个拍照啊 给大家看一下 之前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设置了说啊 这个地方是 schedule repurchase的 让它等于出啊 那么的话他这个数据的话就不会从从这个redis当中消除掉啊 那么你再去运行这个爬中的话 他就直接从那个地方读取 然后的话再进去爬取 对 好 那么我们这边也可以再去取一下 对不对 好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爬中也开始在爬 对对 就像是现在两个爬中都在爬取同一个网站啊 然后的话 把它 把把这些数据存住到呢 存住在我自己的这台电脑的这个啊 redis 福气里面去 对对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一个这样的封布式爬中了啊 就可以实现一个这样的封布式爬中 好吧 好 那么我们的这段哈 封布式爬中啊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吧 这个地方我们也不去爬了啊 把它给关掉啊 把它给关掉啊 先退掉啊 先退掉啊 好